我們現在隨便挑一粒米出來 一小顆米 這是台灣的稻米 我們現在來嗑綜藝大熱門 那我現在就嗑囉 好 其實這個畫面很感動 很感動 然後一件事情做了這麼多年 對 二十幾年 然後做到這麼好 好了 這麼快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很美 真的假的 不行...我要檢查 我真的要檢查 真的嗎 真的 而且字還很漂亮 我的媽媽 來 享受... 這位是擁有多項 金氏世界紀錄的 豪芒藝術大廠 他不管是這個強雕 金雕 酸雕 甚至是一厘米大小的米雕 都難不倒 提起來歡迎完不得了的 一位超級藝術家 陳風賢老師 陳風賢老師 厲害 歡迎陳風賢老師 陳老師 你好 你這個 台灣現在像你在做這種 這個豪芒雕刻的 這個藝術家多不多 不到十問 手指頭水個出來 你這個作品這樣總共有多少個 兩百多件 兩百多件 老師給我們從頭介紹一下好不好 我們先來看這一件 水牛 追骨 就是這隻追骨 是追骨嗎 我剛剛還很土 以為是水牛 是作品 日鬼 日鬼 是水牛的上面 這一件今年獲得了世界最小日鬼 義大利一位藝術家 他有得到金氏世界紀錄 尺寸是4×6 那個millimeter 4×6 對 我是3×5 然後比他還小 比他還小 最主要是我是一個創意 是 日鬼坐在一粒米上面 好多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的總統 在哪裡 我們從來沒有跟蔡總統 這麼近的見 他在米上面 刁一個蔡英文總統 這邊有放大的 對 而且這邊還有刻字 對 裡面出來 其實就是這樣 對 對 好驚訊 不可能 這太誇張了 陳老師你這個作品 藝術品 一般來講就是一個藝術 但是它還有趣味的成分 對 還很好玩 還有幽默感 這個真的已經失傳的一個技術 米雕 就讓我們陳老師 給我們好好示範一下好不好 來…陳萌淺老師 來 米雕 我們現在隨便挑一粒米出來 一小顆米 這是台灣的稻米 稻米 那這個米呢 手根本都拿不住 對 稍微把它固定一下 你都放在那個黏土上 黏土上面 固定它 然後我們把它塗黑 塗黑 因為它… 刻下去就變白了 塗黑變白 那我們現在拿一個鋼針 鋼針 這是很尖的針 那要特殊的魔法 才可以抹出來 我們把它這一粒米 稍微固定一下 壓下去 固定 壓下去 它才不會跑掉 因為米那麼難處理 我們先來刻 綜藝大熱門 等一下 綜藝大熱門 這五個字 五個字 一粒米 一米然後筆劃很多 好為難人家 那我現在就刻囉 好 你看那麼近 天啊 那眼睛真是 大家有沒有看到陳萌淺 對藝術品的一個千層的感受 其實這個畫面很感動耶 很感動啊 然後一件事情做了這麼多年 對 二十幾年 然後做了這麼好 在這麼小的事情上面 投注最大的專注 所以那細微之處 可以看到它的藝術的一個真諜 然後我是擔心 就是說 因為我們就這樣介紹 對 一直聊 結果陳老師是在睡覺 不會啦 人家很認真 好了 這麼快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很親密 真的假的 不行不行 我要檢查 我真的要檢查 現在 可以看了嗎 來檢查 真的嗎 真的 有 五個字都有 五個字 我有 綜藝然後大熱滿這樣 對 而且字還很漂亮 我媽的 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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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耶 這太猛了吧 等一下 我也要看 可能嗎 你看得快 等一下要給觀眾看一下 觀眾看一下 眼見為品 綜藝大熱門 真的 太厲害了 是很漂亮耶 真的耶 好強 一粒米 好誇張喔 一粒米 好誇張喔 一粒米 然後 一粒